哈喽大家好,我是Paco 身旁这台就是2024年全新的Mazda CX-5 今天我们特别安排来这里麻长 来跟你说麻 2024年的全新Mazda CX-5 跟之前一样也是同时售卖这5个款 也就是说4款Petro跟1款Desert Turbo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一台呢 就是Desert Turbo Trust的版本 然后它的售价为182千 不含保险 然后买车还赠送你5年的免费维修 和5年的Warranty 不过呢,那个里程呢 只限于在100千公里数里面 相信很多人认识Mazda 也因为Mazda CX-5 因为早在2013年的时候 当Mazda Sky Active Technology 正式推出的时候 进来Malaysia第一款的就是CX-5 那时候呢Mazda CX-5也占据了 很大很大的SUV的市场 那CX-5从面试到现在为止呢 一直以来都是Mazda里面最好卖的车款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2014年的Mazda CX-5 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最近刚买了新车吗? 告诉你,买了新车的Dash Cam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保证你的行车安全 在这边有好康的推荐你 就是这个刚刚推出的70mine A200 这个摄像头呢 可以设置前后Full HD的影片 而且还有双镜头 就是前后都有 重点是你可以用手机应用程序来控制它 甚至是下载那个录制的影片 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好料? 而且呢,有好康推荐你 不是只是告诉你有这个产品而已 现在你只需要登录Auto Toyo 多卖呢? 输入优惠码Auto Magic 30 那么所有的70mine产品 你都可以占有30块的折扣 而且全码包有 记得哦,是所有70mine的产品 包括Dash Cam,包括Probing,包括打风机 全部都有30块DSAO 还得这么快点去Auto Toyo 选购你的70mine产品吧! 首先第一眼看的就是这一个辨识度非常高 类似宝马的头灯 再来就是全新设计的中网 还有这个大logo哦 其实它后面是ACC的雷达 那这个超大的马自大厂窥呢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优雅好看的 在这个厂窥的下面呢 就是这一个360 camera镜头的前置镜头 再来看看就是bumper的底部的部分这里 从这里面看进去呢 它是没有这个隔山的 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它的intercooler就藏在里面 Mazda刷新的人们对美的定义 主要原因呢 还是这一个Colo Soft Motion的设计语言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哦 一台Mazda在路上走的时候呢 它跟其他车子呢 真的是与众不同的 再来看看这台车的总长度为4575mm 一台妥妥的C-Segment SUV 跟之前的尺寸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轮轴的方面呢 就是2700mm 跟之前也是一样 那CX-5的低色版本呢 采用的是19寸的双色轮圈 搭配的是225 55 R19的轮胎 来到车尾部分呢 辨识度最高的肯定就是这一组尾灯 然后其他部分呢 其实没有太大分别 不过呢 你还是可以第一眼的看得出 这台是全新的2020年Mazda CS5 它有电动尾门哦 然后打开之后呢 里面跟之前一样 506L的行李容量 然后把这个打开一下呢 底部间会有一个Space Saver的备胎 一般上其他的SUV 它的椅背倾倒呢 都是60 40的对吗 可是这一台车哦 它是40 20 40 那原因为什么呢 如果今天我出去我要载一个很长的东西的话呢 可是我车又载有四个人 包括司机四个人的话呢 我前面清早的话 我可以只是拉中间的这个小的拉杆 然后中间就可以下去 我可以载一个长的东西 可是车里面还可以乘坐四个人 就是它特别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两边哦 有左右的拉杆 这里一件是可以拉平倒 这里也是 这就是它其中一个好玩的东西 然后第二个就是呢 一般上的SUV 你都会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这一条 你可以拉下来盖着 可以盖着你的隐私 从车外面看不进去 不过一般上的车就会放在这个位置 好处就是可以盖着你的隐私 不好处就是当你要拿东西的时候哦 你必须要弯下身子才可以把东西拿出来 可是这个CF就不同哦 它是直接把它扣在那个车尾箱的门 所以呢 当你打开了每箱的门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把东西拿出来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看到这里是网状的嘛 这个网状的地方就是当你在后面拿东西的时候 你的前面的司机还可以看到后面发生什么事 所以这个设计真的是一几棒的 其实这条东西哦 它是可以有弹簧的拉杆的 把它拉出来 还可以把它收在车的这个位置 然后再把它盖好 旁边有两个三角下的 这样就可以很平整很干净的 有一个全躺平的空间了 那动力方面呢 现在采用的是这一具2.2公升 柴油涡轮镇压引擎的 最大马力输出为188 最大扭力哦 是450nm的 然后搭配的是 六速的SkyDeep Drive的牙箱 然后这台车哦 是CX-5的所有款里面 最省油跟最大扭力的车 那来到汽车的内饰呢 还是一样跟之前一样那么的宽敞 那么的舒服 而且那么的有高级感 不过呢我们来看看 到底有什么地方是不一样的 首先呢先看一看 低色版本哦 它是没有抬头显示的哦 然后呢跟之前一样的座椅设计 还有就是冷气的中控台呢 一样有冷热的可以调节 下来这里呢 还有可以看到就是冷气的座椅 然后再下来一点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Wireless Charging Pack 还有就是跟之前一样 手感非常好的steering 和这个Panel Shifter 再来就是这里呢 是我的ACC的更车系统 然后最重要的还是 我们的娱乐主机呢 它还有支配的是 无线的Apple CarPlay 不过如果你是Android的优势的话呢 你还是需要用Cable哦 来到汽车的后座空间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之一 因为呢空间是非常的宽敞 很舒服的 再加上这一个非常符合人体工学的座椅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哦 它做的时候呢 它是比较斜一点点的椅背 可是当你开长途 做一个三四个小时之后呢 你的腰部其实是不会酸不会累的 还有点就是有注意到吗 这个腿部的这个部分呢 它是稍微加长了的 所以呢它是有足够的支撑你的腿部 不过有一点不好的就是 它的椅子有一点小偏硬的 感觉上你像做这一台宝马里面一样 这个设计非常简单的一个冷气出风口 然后再加上手幅拿下来之后呢 里面这里有一个隐藏式的USB充电口 好现在开始试驾这台车 其实跟之前的迪士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什么改变 不过我们还是要试一试看 它开起来是什么感觉 好我们走 首先还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 它的零百加速那个感觉 不过因为这台是低色 所以它的起步一定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先看看 现在我是车是完全是停止的状态下 我这全速前进到一百我停 看它的感觉是怎样的 开始 哇 OK 它是准备有换挡一下 不过它的充力真的是非常的好 其实我还是觉得 CX-5配迪士的这个组合 其实是蛮好的 它车身不会太大 然后它放了一个 450NL的迪士引擎下去的话 如果你来日常用 或者是你喜欢上斜波 上山或载东西的话 迪士的引擎其实是非常的好玩的 然后我们听说 迪士引擎的一个满高 你可以走八百公里 然后我 我不是很确定 不知道有没有用这迪士 可是CX-5的朋友 可以给我一个答案 然后接下来就是走一些 比较不平坦的路 因为它是SUV嘛 所以这种比较不平坦的路 或是有路坑啊路洞啊 不平的话 它都很轻松的可以带过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SUV 是比较多人选择的一个车型 还有就是当你坐在高高在上的时候 那个视野 视野感非常的好 所以上下车的时候 也不会太辛苦 其实我有非常多的朋友 是开着这一台Mazda CX-5的 然后他们的评价都是 赞这台车是非常的好 而且甚至有些是 是开着以前的第一代的CX-5 到现在已用了整整十年 然后我就问他 那这台车用后的感觉是怎样 维修费那些会贵吗 他们都只是给我一个大拇指 给我几句箱而已 因为我现在开的这一台呢 是几台里面的 扭力最高的 所以开起来肯定是很爽的 无论是比较狭窄的道路 在里面穿梭也好 或是你要慢慢行驶也好 这台车就非常好用 好处就是以前我们所知道的 柴油引擎肯定是很潮 好像在开楼里这样子 开货车的感觉 这台车并不会有 非常非常的安静 而且刚才在拍摄的时候 我的引擎是找着的是开着的 那我在拍摄的时候 那我才发现 咦 怎么这台柴油引擎 它并没有排出任何的错位 如果是以前的话 我们所认知的柴油引擎 如果它停放着的时候 它一直会排放出那种气体 是非常的臭的 这台车是完全没有味道的 然后就是它的抖动 这台车抖动 如果你不说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它是一台柴油车 因为它抖动是非常的minimum的 非常的小 如果你是高速过路顿的话呢 你会稍微有感觉到 那个路顿的高度 因为这台车它比较讲究的是 驾驶体验 就是人与车的那一个结合 所以好处就是你的操控会很好 不好的地方就是你在路上 你在碾过一颗石头 你都可以从你的sering感觉得到 这就是马自达给你的那种感觉 我真的是满喜欢它的起步了 非常的平顺 而且非常的有力 好 这里上一个比较斜的斜坡 我可以讲是一点都不费力 其实马自达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你在拐弯的时候 它并没有很大的倾斜 它的body road其实是很minimum的 所以Mazda CX-5的特别处就是这样子 如果换说是其他牌子的 这样款式的SUV的话呢 它肯定就是很大的动作 很大的摇晃 这台车开起来真的是很像sedan 这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这台车那么的好卖 真的可以说是随心所有 我可以任由的传说在一个比较狭窄的路 或者比较宽敞的路 很多人说马自达就是东营的宝马 我蛮赞成这一点 因为它的性格跟宝马真的是很相似 就是在开车的时候的那一个感觉 一般的日本车跟这台车真的不一样 如今时代已经不同了 SUV的车型已经占据了整个市场的 最大的一个位置 不论你是买车 或是你是卖车的厂家都好呢 SUV都会是你的首选 那如果今天我要在200千以内 选择一台SUV的话呢 你可以发现在市场上的选择 是非常的多的 可是要怎么选择呢 如果你要质感跟操控性能 还有不错的空间的话呢 我会推荐这一台Mazda CX-5 以上就是我影片的所有介绍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与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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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